王宝强和马荣 8月14日凌晨 王宝强发布一则微博 指责其则马荣与经纪人宋哲存在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 并决定解除与马荣的婚姻关系 停止与宋哲的合作 王宝强离婚案引发网络热议 全民关注指数一度超过奥运会 黄毅和黄毅清 两人离婚跟夺子大战 一直被大家当成笑话来看 黄毅清指责黄毅偷心成瘾 在香港密会富商 先婚不久就出轨 黄毅则反击 说黄毅清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 更爆料黄毅清经常家暴打人 黄毅清则说因黄毅出轨才对她大打出手 两人的口水战可以说上几十分钟 之后 黄毅的前前夫也跳出来加入口水战 直指黄毅是一毛 兴兴自己早早出身 姚晨和林萧素 姚晨曾经是微博女王 人际超高 之后姚晨被媒体告出婚内先出轨 还故意抹黑灵消速 为此 姚晨形象一落千丈 董结与潘月明 董结与潘月明这对明星夫妻 曾是娱乐圈中的真爱典范 2013年初 两人被爆正在离婚 惊呆了所有人 之后 媒体更是爆出 董结出轨王大志 一时间舆论哗然 而两人更是打起了口水战 一桩桩家中丑事 全都扯破了给网民看 所有家庭戏能够想到的桥段 都在现实中上演 这一对娱乐圈曾经的金童玉女 就这样在一场舆论对公中面目全非 刘晓庆和陈国军 电影导演陈国军是刘晓庆的第二任丈夫 在拍芙蓉镇期间 刘晓庆与江文假戏深作 闹得沸沸扬凉 但刘晓庆一再声称 两人仅仅陷于工作关系 但之后 媒体爆出两人在法国同居 刘晓庆婚内出轨才被公开证实 宋丹丹和英达 宋丹丹在2007年出版的自传 幸福深处中自曝自己曾有一段分外情 因为当时我太孤独 太需要爱了 我告诉英达 我有了外遇 我要离婚 英达说 好吧 张晓慧和钟振涛 1987年 张晓慧在纽约读书时 与歌手钟振涛闪电结婚 婚礼极尽豪华 两人欲有一子一女 婚后 张晓慧极其败家 房满名牌服饰是他每天的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钟振涛因投资地产 欠下债务而申请破产 欠款达2亿5千万港元 之后 张晓慧搭上有妇职夫的 第一商人陈耀明 并与钟振涛离婚 而一对子女 都由钟振涛代养 陈耀明更因此 与其妻子钟毕泽离婚 但多年后 陈耀明一因经济出现问题 申请破产 张晓慧遂与陈耀明分手